好,接著我們要來示範這個備份檔案了 我們來看一下 在工具選項這邊,它的進階這邊 原先預設這個答案名稱的時候 有年月日,那時間分秒 它是用分號給區隔 那我習慣上是用dash的符號 那這就是看個人 那其他的方面一般的話 一般我們不用沒有什麼需要調的 那日資和郵件我們稍晚再來做講解 那FTP一般我們也不會去設定它的傳輸速度之類的 那至於這個軟體你需不需要去設密碼保護 就是看個人 那視覺一般我們也不會調 那功能的部分一般也不會調 那引擎的部分 就看你要不要去勾執行錯過的備份 如果有勾的話 它就是錯過它會再去做執行 那最後就是剛才用的進階這個名稱這個地方 那壓縮一般也不會調 那確定 好那這個這樣的話 我們去執行一次完整備份看看 好這樣就會有產生一份完整備份 那它這個檔案名稱這邊的時間的話 就會用備取去做分割了